每年吸引百万人次的新北耶诞成 即将在12月3号登场 但Omicron病毒来势汹汹 指挥中心说 12月台湾有可能被Omicron攻破 耶诞成活动长达一个月 会不会变成防疫破口 新北将派员在活动现场管制 民众只能从管制口十连制进出 量体温酒精消毒后盖上手张识别 也禁止在饮食专区外吃东西 摊位人员必须通通戴上口罩及面罩 只是每到周末还有巨星演唱会 预计将涌入百万人次 周边交通急得水泄不通 新版特区又要迎来一年一度的交通黑暗旗 当地居民疯狂抱怨 这两个月得骑脚踏车上班 人多到报几道厌世 指乎耶诞成根本是撒旦成 鼓励大家都搭乘大宗一出来 去年一整年大概来了670万人次 但是去年整个交通的状况 除了新北耶诞成 跨年当天还将在淡水渔人码头 释放长达13分钟烟火 民众紧绷了一整年 毫不容易想放松 偏偏碰射Omicron大魔王 恐怕得小心危机藏在细节中 记者 李沛杰 新北采访报道 信息者 李沛杰 新北采访报道